一、二、一 即使坐著輪椅 撐著支架 甚至只剩下一隻腳或一隻手 也要盡全力做好每個 PLAY 台灣唯一一支伸仗棒球隊 戰神棒球隊 即將代表台灣 出征9月9號、10號 在日本鳴谷巨蛋舉行的 第五屆世界盃伸仗棒球賽 這次他們喊出口號 無所不能 希望能繼續突破 衝出佳績 用儘存的左手戴手套傳接球 他是打過四屆比賽 今年58歲的林青陽 2006年時 偶然看到身長棒球隊招募消息 便迫不及待報名參加 也終於找回開朗笑容 82年的12月6號 然後中午工作 手受傷被捲進去 那時候其實是有生命危險 因為其實失血滿多 因為是從手臂這邊斷掉 然後整個血噴出來 經過一年的紙皮 這樣要割頭皮或者膝蓋的皮 然後做紙皮 因為這邊再接回去嘛 那事實上這中間 其實附近也是滿辛苦 那其實我個性本來就不是很外向 然後我又會有一些 就自己對這個自我的要求 那我想說這樣怎麼去跟人家打球 所以一看到 有這個機會我就很羞 我就說我終於可以走出去了這樣 那時候 我媽有幫我做一件保短袖 不管是7月11月 多冷多累我都穿那個保短袖 都要穿長袖 因為我不曉得讓人家知道 可是我現在很坦然 我現在就是 該穿短袖我就穿短袖 這直接跟人家類似那種 正面對就讓你看到嘛 就讓你直接看清楚 不要你在那邊猜說 這個人到底是怎樣 我真正脫掉那件薄的長袖 是加入球隊之後 因為我看每個人都一樣嘛 其實就去接受它 而且每周有球可以打 真的是很棒一件事 消息時不停甩著毛巾 還曾自己到外面找教練 林青陽笑說自己就是愛棒球 小時候跟著父親半夜看威廉波特 後來有了孩子 還送他們參加棒球夏令營 紅色縫線串起三個世代的情感 甚至讓他有了連做夢也不敢想的機會 當國手出國比賽 第一次正式比賽 竟然就是國際大賽 在那個歐利市的那個 一個推移的那個十棒球場 那時候真的是有震撼到 說球場怎麼這麼大 因為第一次好像 劉勞然後進大關 第一次進到正式球場 第一次正式比賽 第一次有裁判的 然後有制服的 然後踏雷包 他有幫我們準備 我們中華民國國旗進場 心裡真的很感動 1 2 3 4 5 6 同樣經歷過四屆比賽 念過花甲的蔡衍生 是唯一一位 從2006年草創時期 一直達到現在的開潮元老 蔡衍生出身雲林北港 小學五年級時 幸運遇到一位老師 不只沒有排斥他 還自掏腰包買球和手套 鼓勵他用運動 活出生命的價值 如果沒有我們老師的鼓勵 其實我還算是比較畢色 比較自卑一點 因為常常有一些比較調皮的同學 都會說 然後講 白咖白咖 那時候常常跟人家打打架 棒球應該算是我的靈魂 我生命的意義 其實我這麼努力打球 我算是身教吧 兒女有在看 看到爸爸這樣努力練習 還可以代表國家出去比賽 在他們心目中我想多多少少 會不會因為我是小麻痹 在別人的面前還不起頭 蔡衍生現在每週固定打桌球 參加合唱團 至於星期天就是棒球日 雖然難免受傷 但他不以為意也從未放棄 不讓身體限制住自由的靈魂 走路的時候 我覺得很醜 我走路的樣子真的很醜 但是一到場上 打起球來 我就可以忘掉所有煩惱 有時候當投手 投完球下來 回去這個腳是麻的 是沒辦法站 我就回家就要撐拐杖 這樣子 雖然很累 可是全身痠痛兩天 又是一條喉嚨 戰神全隊大約40位成員 又從台南來的高雄來的 甚至有人特地從花蓮到台北 就是為了每週這幾個小時的集訓 總教練吳承翰經過 將近10年相處下來 早已和隊員變成好麻痹 當初來看到的時候 其實蠻感動的 原來他們也可以這樣子來打棒球 你要去坐著啊 跪著還是只要一隻手的 你要去模擬他要打擊啊 要守備的一個姿勢 其實蠻困難的 他們越來越開朗 我覺得最重要是 把我們台灣所有身心障礙的朋友 帶出來一起運動 走 調節 有退役職棒球員擔任教練 又專屬的無障礙球場 戰神棒球隊能夠蓬勃發展 幕後工程就是他潘偉傑 建立在原有身障棒球隊的基礎上 他和父親成立戰神棒球隊 成立身障棒雷球協會 辦比賽拍紀錄片 致力於身障運動推廣 而這條路一走就是13年 因為在我拍紀錄片的過程中 看到很多人是他原本不知道自己可以打棒球 但是來到這邊之後他找到他的方向 譬如說裡面有蘇廣林 那他原本在一般壘球隊他不能跑嘛 對那他在一般壘球隊他是沒機會上場的 但他來到這邊之後 他竟然真的找到了自己可以打球的地方 有這些規則可以讓他去做這些事情 像是我們以前有個坐地上的投手 他是舞警節 那他沒想到自己有一天 他是可以去打世界賽 然後他每天堅持高雄到台北去做他的這樣的一個夢 讓身上朋友他有個舞台 有個平台 那讓他們真的擁有夢想跟希望 再來是這些故事 我覺得因為我們在拍紀錄片的過程中 其實你會慢慢的發現 你在放映啊 在講座的時候 有些人可能原本看不起身上朋友 他看到這樣的故事之後 沒想到原來大家都一樣的 那也有些人他可能原本想自殺 但他看到這樣的故事之後 他覺得說他可以好好去面對他的人生 我覺得這個在對外的部分 他是可以帶來很多的力量跟正能量 人生總是會要有出口嘛 對那就是他們可以去面對自己 去找到屬於自己的出口 綽號小光的潘瑋傑 從棒球找到人生方向 找到生命的光 棒球不曾拒絕任何人 戰神的隊員希望藉由自己的故事 鼓勵被困住的人跨出哪一步 那些曾經以為的不可能 都有機會變成可能 在球場上是沒有極限 在我們的有限能力裡面 我們也會極盡所能的打球 孵道 我們能夠透過棒球這件事情 去讓這個社會的氛圍 或社會上面有一些改變 改變這個社會的形態 或是透過這個事情 去為更多人發聲 我覺得棒球對我來講是一義之真 走出來就看到陽光 讓生命讓光進來 搖滾